家底全沒了,前鋒還我褲茶子 前鋒估摸著要來進行撥撞就當著精神 啊,這,鞭屍,鞭屍 哇,褲茶子全沒了呀,完了呀 這邊我們來觀賞一把國際符合S1的慈善家 地圖軍工廠監管者呃棒棒帶了底牌跟精神 求生是慈善家前鋒調香師以及雜技演員 開局的話直接往空地走看到了一個雜技 中場是一個前鋒 雜技6棒棒,大門廢墟還是可以溜很久的 畢竟監管者帶的是精神嘛 想快速擊倒還是比較難的 這邊的話想偷襲一波,但是腳已經被看到了 哇,這,這招拿的有點虧啊,真的 打技的話,丟了個球拉點 拉下生味 一個五秒的雷 大房這裡的話好在沒人啊 不然的話就乾了電機了 這招拿不然的話 又是一個五秒的雷風窗風板 但是沒有騙到 精神的話是好了的 又是一個五秒雷的一個詐騙 哈哈 你這個棒棒怎麼 玩起了一個詐騙流啊 可以看到沒有精神的話 呃沒有閃現的話想快速擊倒還是比較難的 如果說雜技第一刀沒有給到的話 我估计三台机什么的都已经快亮了 不过即便是半球 感觉也是一个三台机的节奏 有没有飞轮呢 一个飞轮左雕漂亮 前锋的话要帮忙装一手 没有拉球 这里的话应该要倒地了 前锋应该大概能猜到是一个精神 应该会拉一个骗球大骗 来 不拉 前锋觸摸着要来进去晕波状 前锋就当着精神 啊 这 鞭尸 鞭尸 哇 裤叉子全没了呀 完了呀 精神被 精神教了 然后 我去 痛苦面具 完了 要出大问题了 追前锋 前锋有球的 哎呦 这雷突然就准起来了 前面的雷要是不空的话 早就击倒了 一个抽刀 没抽到 身上球没多少了 一个定死了也没命中 场上只是两台电机 四核燕可以补掉 只要这话兴起开大 大房的 没有呃 持弹架去补了 那还行 我的天啊 鞭尸 这是怎么判定到的呀 等我去看一下回放吧大哥 我去 我去 本来这个节奏对于棒棒来说 大好好吧 结果 精神教了 还编尸了 一个满状态的前锋 遛了棒棒 也挺久的 切了传送 下的 杂技立马凶手 哈哈哈 持弹架的话 补完那个四核燕 过来这边 救人了 场上还剩下半台电机 大房机子 调箱师应该会过去帮忙补下电机啊 毕竟如果监管者传送过来的话 没人补那电机就要出事情 持弹架在这边 先进行一个压满救就可以了 带了 快踩 好像没有一刀啊 没带一刀啊 那这样子 可能要直接传 直接传 杂技带走 调箱师过来补击就行 棒棒的话 要锁这台电机 求生可以兴起一台 一个抽刀 又被砸了 我去 你这个棒棒是点了二运了吧 啊 难受啊 太难受了 不敢身追那个杂架 怕人过来把大房电机给偷了 不敢走太远 被涮在这里了 棒棒桌真的涮Q 哎哟 难受了 这棒棒 求生开救号给了一些节奏了 呃 杂技的话开局 如果说不被 不被抽掉 我估计棒棒更痛苦 本来 这个击倒速度还行的 就是精神交了之后 还编尸了 什么技能都没了 难受死了 后面还被砸板子 太痛苦了 两根一起加过去救 没有一刀的可以直接亮 打算揪下来之后再亮 一个护腕拉近 揪下来直接亮 保持一个满状态 可以 呃 不行了直接亮了吗 他一刀 这里的话 幸好没被炸弹炸到 不然的话可能要被电视力收走的 传送的话已经快好了 但是大房的话感觉 有点难快是击倒啊 调箱的话是带了双弹的 要不要传送守门呢 嗯没有选择 没一刀 对面都参几起来过来 帮帮扛刀了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山跑的局 帮帮帮太痛苦了真的 呵呵 这把也没有慈善在一个视角 没有什么 发挥的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 对面